三种逻辑 所以我在当那个哪个地方呢 选取哪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游标放A3 意思就是说呢 当我那个游标停在这个储存格的时候 点slate之后的话 那我就做判断 那原来是没有判断 Ctrl 序位向右向下 是可以选取的 可是如果说它有几种状况 就是第一个游标放在这边 发现什么里面没有资料 那也就是range等于空的 第一种状况 第二个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呢 Ctrl 向下 比如说像第二个 如果你今天Ctrl 向下 基本上如果是有资料 A3 Ctrl 向下 它回来会是4 或是5或是6 就是比数 可是呢 如果说有一种状况是 游标放在这边 Ctrl 向下 Ctrl 向下 这里面应该是有资料 把它Delete掉 OK Ctrl 向下的话呢 我们停在这里 理论上应该 假设我们一笔资料 Ctrl 向下 那有可能是这边 它这个 这个有一些旧的资料 我把它删除一下 那Ctrl 向下的话 它会停在哪里呢 停在那个1048576 1048576 所以我们也可以判断 如果说它跑到1048576 表示说呢 它只有一笔资料 那所以刚刚那个 假设你遇到这种 比如说砍作像 现在发现奇怪 可能卡住了 基本上可能是有旧资料 所以你记得 之前的资料要清干净 如果没清干净 它会把它当有资料来看待 OK好 那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假如说1048576 那就是只有一笔资料 所以两种判断的方法 那怎么去撰写 这个这一笔把它删掉 假设一月份 一月份没有 二月份一笔 那我们的撰写方法 可以直接从 这三种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 那在哪边撰写 这边注意 关键在这里 游标放A3 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呢 是要处理什么 处理那个 就是三种逻辑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就直接 我确定是在这里 然后这边多按个几个N的换行好了 然后做那个多重判断 所以呢 多重判断的话 那我就一笔 一笔什么呢 假设那个向下侦测 当然你可以几种 应该是A3 第一种逻辑是 完全没资料的 完全没资料的话是这个 那我要怎么撰写呢 Range A3 A3这个储存格怎么样了 等于空的 没有东西 假如说这里面是空 那等于是什么 Range Enter两下 中间这一行是 做什么事 那意思就是 什么事都不要做 也不复制 也不贴上 对不对 else 第二种逻辑 第二种逻辑 第二种逻辑是什么呢 如果向下侦测 它是1048576的话 所以怎么样向下侦测呢 Range A3向下侦测 A3 点end 向下刮活 它的raw 点raw 这个应该前面写蛮多啦 向下侦测 向下侦测 得到的列 如果等于什么 1048576 OK 那就是最后那个数字 Zen做什么 Enter两下 那这个是处理的条件 处理条件 第三个是 else 或者else if 你就是 那应该就是 就是else 意思是说除此之外 end if 好 那全部判断完了 所以一般我是会先找到 我要 修改的这个范围 第二件事情的话呢 再把那个逻辑写上去 OK 那基本上 if else if 这个是如果 完全没资料的话 这个是一笔的话 那这个是 可能是一笔以上 那就是正常 所以正常状况的话 基本上 就是把3這邊 搬到哪里了 else 里面 这个是正常的 直接搬啦 我是选取 拖拉过去就可以了 OK 好 那如果有一笔的话 一笔的话 做什么 就control shift 不要向下 所以呢 你把这一行 复制按control键 有没有 这个是control control向右就好了 要不要向下 不要向下 对不对 OK 这个 应该可以懂我在做什么 基本上 我就是把逻辑放在对的位置 然后再把我需要做什么事情 写在他的下一行 好 比较麻烦是 如果什么资料都没有的话 那怎么呢 底下的复制贴上都不需要做 意思就是怎么样 我要直接把程式 帮我这些复制贴上这些都不要 直接跳到哪里呢 跳到NAS 跳到NAS 这个就有点麻烦 你想说跳到NAS 那当然要不就是你这边设一个逻辑判断 不过我觉得比较麻烦 一般如果跳到哪一行的位置的话 跳哦 那你可以用一个叙述 第一个你可以在NAS的上面这边加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是VBA的我觉得还蛮好用的一个方法 那我可以这边加一个NODATA 比如说这边加一个NODATA 冒号 这个叫标签 多一个冒号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在这边加一个标签 那你会发现它自动会跑到最前面去 那这个标签意思说我要从这边跳到这边的话 那我要怎么叙述呢 就加一个GOTO GOTO NODATA 后面不要加冒号 这边有冒号 这边没号 然后呢前面加个GOTO 意思就是说当 这一个呼叫它就会直接跳到这边来了 我应该可以理解吧 那其实这个程式感觉好像就是会直接跳过来 中间的中间这些东西就不会被执行到 OK 所以这个叙述还蛮好用的 以后如果你要让程式跳到什么地方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可以用这个方法 这个是一种快速让你转移到其他行 可以跳过来 那当然程式写法不只一种 我直觉想到是用这个方法 那也许有第二种第三种 当然你可以自己去摘搜修改 每个人的撰写风格不一样 OK好 应该懂我的逻辑 我想这个应该程式真的是不好写 但是其实如果你脑筋思虑清楚的话 很快就可以把这个做出来了 但是程式写完之后 才是问题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你要除错 OK 所以我发现大部分同学 可能写都没有问题 但是最后让不出来 才是最大的问题 因为执行不出来 所以你接下来就要除错 除错的话 我讲过了 你要怎么除错 一 这边是个中断点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重新加上去的 那你要慢慢的去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可能发生的问题 因为只要这里面其中有一行写错 底下就会跑不出来 OK 因为程式好像比较没人情味 他不是说你错一行 好吧给你99分 没有吧 他就是0分 因为不是跑得出来 就是跑不出来 所以他没有说 差一行可不可以不行 一行写错 就是没得商量 后面就全错了 OK 所以要非常的细心 这个时候完全不能急躁 因为我发现大部分同学错了之后 就越急躁 然后越乱改 越改越惨 改完之后就改不回来了 我刚刚的东西 我忘了把它做版本控制 旧的东西也回不来 然后就完蛋了 所以为什么我云端上贴很多 因为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改不回来 云端上再复制贴上就可以再来一次了 OK 这些都是细节 如果说你要把VBA学好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就是这些东西真的要比别人更细心 如果你比别人更细心 这些写出来绝对不是问题 OK 我们来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跑一次给各位看 基本上执行 它会先卡在这里 这个时候I等于1 意思就是说 先停一下 先回到总表 回到总表 所以最好是 这边再加一行比较保险 一定要回总表 这边的话 等于slate 这样比较保险 因为你最后如果没回 你刚开始 没从总表开始 会产生错误 好 直接执行 好 它这个时候切到 那个这边 是不是A3等于空白 是 这个时候会不会 go to no data 试一下 go to no data 有没有发现 它就从这边 跳到nest 还蛮好用的 以后这个我觉得这一招 是可以学起来的 VBA有支援类似像这样 直接 移到哪一个位置 好 第一月没有问题 没做任何事 也不复制 也不接下来 然后呢 二月的话呢 看一下 它是不是1048576 回来的东西 1048576 两个是不是相等 是不是打错 不然 它为什么没有跑到那个 蛤 啊 啊 对哦 1048567 1048576 看起来很像嘛 对吧 所以 所以你看哦 为什么要中断 因为呢 本来应该跑到那一行 结果它没跑进去 那我就知道说 哎 我写错了 尤其是 你越疲劳的时候啦 然后越心思越乱的时候啊 真的你会把它看 像我刚刚直觉里面是 1048576跟1048567 有没有 会把它看成一样的哦 看不出来真的 容易造成一种就是鬼打墙的现象 很多 所以很多同学 问我 老师这没有问题啊 对啊 对我有时候直觉 对好像也都一样 对不对 奇怪 看起来都一样 为什么不行 好 OK 这时候其实 真的就是要 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换一个人帮你看一下 有时候之前 以前我们工作里都会找同事 帮忙看一下 自己完全看不出来 同事自己看 就这里啊 你看 对不对 就错了嘛 对不对 那你这 因为你的focus是会在1048 前面这 因为我想说前面如果没错 后面应该都对了 不会往后看 所以每个人会有盲点 OK 所以 这时候其实当然 如果身边有人可以帮你看这东西的话 其实会比较好解决 好 有时候其实这样 就是 写程式 总是孤单的比较多啦 因为 你会的东西别人真的不会啦 OK 像我是非常喜欢写程式 可能后来发现 要找到同号 真是非常困难一件事 你跟他讲 没兴趣 不要跟我聊这些 真的 你找 所以 这就是要自己要有兴趣啦 像 像我是有兴趣啦 可是你难保 你真的要找到 那个 OK 这个地方 576 所以这边的话把它改一下 576 把它搬一下 576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倒车 有没有 我刚刚讲过啊 程式还可以倒车 然后 在F8 进来了 那表示你没写错啦 OK 所以这个小细节也是一样 你OK之后的话 有没有 向右选 然后呢 他就不会向下选 这个时候复制 切到总表 贴上 刚漏了把这些 都把它那个清掉 把它清 清 这不行 我先手动清一下 假如说呢 这边清掉了 OK 然后呢 贴上 我刚刚因为已经有做了一些事 好 没关系 应该再来这个地方 再跑一下 这个地方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第一个是跳过 第二个是选取 复制 切过去 切上 也没问题 但是 这个范围移到最下 所以这个地方好像又产生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这一行向下 所以 我城市我看一下 贴上 所以这边要改一下 你就不能用什么 直接向下 而是应该怎么样 应该针对那个 你应该移动到哪里 去做 所以 第二个卡关 是这里 就是说 你就不能用这一个 这个地方该怎么解决 你不能感触向下 而用别的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那个 刚刚的逻辑先解决 那等一下再来看那个 第二个部分 动多少 特别注意 就是不能整个向下 因为它有可能 有一笔 跟没有资料 那一笔跟没有资料 那移动的距离 就是 它就是一行 它不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的话 它是整个范围的移动 所以这一行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 本来是移动一列 就是最下再移动一列 可是呢 这个地方可以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变数 哪个变数 由这个地方决定 我们刚刚有产生一个那个 ELCE 1048576 对 向下侦测 那请你把这个 比如说从那个 A3 或A2 都可以 就是去知道说 到底它是几 比如说它是 假如说 它的位置 假设说 A2 向下侦测 它如果是 3 假设 我们刚刚是 从那个 A3去侦测 是感受 向下这样 1048576 可是我们换一个方式 干脆从 A2 去侦测 如果从A2 去侦测 如果从A2 侦测的话呢 那后一来应该是3 表示它只有一笔 那我们 假设我今天呢 如果是用这个地方 把它改成 A2 向下侦测的话 那如果一笔 应该是3 所以我这边可以 把它改成3 好了 好像在云端上是改成3 如果是等于3的话呢 那就是 它就是那个 只有移动 就是只有向右选取 等于3的话 那如果等于4 表示它有2笔 它有5的话呢 表示它有3笔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等于3的话 是1笔 那1笔的话 就移动1笔的位置 所以呢 Offset的话呢 可以把它改成R R是移动3 可是它只有一笔 所以要减掉2 这样才会合理嘛 你想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减2 那其实道理很简单嘛 如果它是1笔的话 它其实是这样子啊 上面有2个嘛 只有 就是说呢 有2列是不需要加 所以只有一列嘛 OK 由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判断 所以 我们把原来 假设贴上的话是 整个范围移到最下面 再移动1列 那我把它改成什么 把它改成这边呢 好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 从A2去侦测 看它到底R是到哪里 刚刚是104857 我把它改成3好了 3的话 表示是一笔记录 然后呢 再来就是底下就是R 比如说是3的话 一笔嘛 那就是 就是减掉2 因为它只有移动一个位置 一列 那如果当然你是多笔的话 比如说4那就移动2笔 5的话就移动3 三个位置 OK 大概会有这几个地方去做一个变化 主要就是贴上的位置 那全部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我们应该这个部分就应该完成了 来试一下好了 这个地方总表 所以你全部写完就按下去 全部呢 它就帮你把它2月一直到12月部分呢 全部都放过来 没有问题 然后清除的话 其实把这个范围清掉就可以了 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按下去 清除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 你如果做完之后 最快乐的应该是按一下这个按钮 按下去 全部资料就汇整了 OK 但是呢 最后讲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 它会一闪一闪的 闪动嘛 当然你可以 不知道之前有没有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把那个什么 上面再加一个关闭闪动的一个功能加上去 这个蛮重要的 常常会用 你就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等于force force的话呢 就是关闭 那记得最后的话 请你再把它 头尾巴的话 这边再把它等于true 因为它是一个开关 当开始的时候关闭 但是记得最后要把它打开 不然的话以后就不闪动了 OK 就不更新画面 就会感觉怪怪的 清除 按下它 这个时候没有 就会很流畅的 直接资料就过来了 OK 那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 续一下好了 基本上呢 云端上面 我看一下 基本上跟我写的 应该是一样的 node data 向下 OK 一模一样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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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